Musical 我们看音节 第一个音节MU我们念成mu SI念成CAL念成call 中音节落在第一个音节 这个字我们念成musical musical 那musical呢这个字的词呢是属于形容词 我们中文翻成音乐的 我们看英文的解释 about creating producing or performing music 那我们知道music这个字呢就是它的名词 就是音乐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它的例句 The street performer can play a number of musical instruments 他说street performer 这个片运的同学可以顺便记一下 就是所谓的街头的表演者 那我们中文就翻成街头艺人 他会表演什么呢 a number of 表演一些什么呢 这边呢就是我们这一课的这个单字 对不对 就叫做musical instruments 我们中文就翻成乐器 好那我们知道呢 这边呢除了music这个字是它的名词 当作音乐之外 那还有一个字同学可以顺便记一下 那个字就是musician 那musician呢我们就知道呢 它的意思就是所谓的音乐家 音乐家呢就是musician 那同学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顺便把这个字呢也给记一记 好所以这个字呢 musical形容词音乐的 musician音乐家 音乐家 音乐家 音乐家